之前在候车室 大男孩就已经看见过许念念了 有些人 让人仅仅看上一眼 便会觉得自己恋爱了 许念念就是这样的人 很少有异性 能抵挡得住她的魅力 胡悦算是大美人一个 然而 跟许念念出现在一起 旁人的视线 总会第一时间看向许念念 有她在的地方 仿佛周围其他人都失色了 不过也有例外 比如旁边那个黑悠悠的女孩 就很抢眼 黑到别人想不注意都不行 怎么会有这么黑的女生呢 不过仔细看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 许念念看了一下位置 对坐在最边上的大男孩 礼貌地说道 你好 方便让一下吗 我的位置在里面 温柔软和的嗓音 透着一股女子的魅意 这还是许念念 刻意压制后的声音 然而 大男孩听到之后 还是瞬间 红了脸 方便 男孩激动地一下站起来 让许念念和许思思进去 看见男孩的举动 胡悦皱起了眉头 瞪向了男孩 又来一个小不正经的 居然敢对一个有福之父脸红 真是道德败坏 突然被胡悦瞪了一眼 男孩吓得更紧张了 他 他做错什么了吗 为什么对面那个看起来 很漂亮的大美人 这么凶巴巴地看他呀 男孩吓得 趴在桌子上装睡 胡悦这才收回了视线 火车一路摇摇晃晃 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 这车慢得许念念头疼 真是怀念坐飞机高铁的日子呀 被这车晃得许念念都想睡了 摇摇晃晃一夜 终于在第二天早上 到了京都火车站 这一夜都没有好好休息 刚一下车 许念念和许思思都疲惫得不行 几个人随意找了家旅馆休息 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两点多 周定华是京都本地人 许念念会和周定华同行 只不过是觉得 有这个本地人在 更方便一些 这不 昨晚要是只有他们几个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旅馆呢 到了京都 许念念自然要去 禁狱的本家拜访一下 然后许念念就发现 他忘记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 他没有把老爷子家的电话号码 抄下来 更没有禁于他老爷家的电话 完了 这样他要怎么联系 吴兰和靳老爷子 天哪 许念念无奈地服额 突然发现自己像个蠢货 现在通讯又不方便 他唯一记得住的电话号码 就是南城 禁狱家的电话 也就是家里的电话 可现在家里谁都没在 禁狱也没在 他上哪儿去找人呢 睡了一个宝觉 许思思精气神背足 欢快地在床上翻滚着 许念念看了他一眼 无奈地叹气 唉 算了算了 来都来了 就当是来考察地点的吧 至于 吴兰和靳老爷子那儿 也只能下次再来拜访了 最后 许念念让周定华带他们 去找了一家 环境比较好的宾馆 这家宾馆 在京都市中心的位置 环境设施 没办法和后市相比 但也不算差 至少比之前那个小旅馆 好多了 住下来之后 周定华就离开了 他还要赶紧找门面 他这边定下来 许念念才会让人给他发货 既然没办法去拜访 吴兰和靳老爷子 许念念也只能当作 考察和旅游了 正好前段时间太忙了 休息一下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当天下午 许念念就带着 许思思和胡悦 在京都有名的小吃街里 到处逛 吃遍了京都出名的小吃 许思思肚子都快撑破了 还在坚持吃 胡悦也好不到哪儿去 一本正经地冷着脸 往嘴里塞 期间 许念念就没见 她的嘴巴停下过 因为这个小吃都会 我一人都不打算 真正确准备了 我一人都不打算